大家好我是立志鋒阿菲 有在關注台灣格鬥的朋友 應該說就算沒有在關注的 現在應該都透過媒體的報導 注意到這個不幸的消息 就是全員娛樂在高雄舉辦的比賽 發生了意外 其中一場比賽進行到一半 選手出現不是昏迷了 緊急受到醫院搶救了幾天之後 今天傳出這位選手不幸去世的消息 其實事情在發生之後 就有朋友希望我針對這件事 發表自己的看法 當時我只是把自己在去年 在新店拳擊比賽意外發生的時候 我沒有請法律白話文運動的洛翼 來跟大家就專業的法學角度 分析探討格鬥比賽當中 如果出現傷亡的情形 選手可能會擔負什麼樣的責任 還有主辦方會擔負什麼樣的責任 來去做一個完整的分析說明 很遺憾的一年不到的時間 又有不幸的消息傳出來 所以這支影片我要很慎重的 傳達我對這個事件的看法 或許有些觀眾還不認識 全院娛樂格鬥賽 我在這邊就稍微做個介紹 他主打著沒有格鬥經驗的素人 在他們這裡也能夠上場進行格鬥比賽 以話題配對制來進行賽事 會在台灣各地巡迴比賽募集選手 並販售門票吸引觀眾入場 如果說比較類似的操作方式 就是日本的Out Sider 以上大概就是這個比賽的背景說明 在這個傷亡事件發生之後 我也到網路上爬了一下大家的看法 大概分成兩種觀點 第一種認為這是個案 這是意外 原因呢就是出事的這個對戰組合 兩位選手都是有出賽經驗的 加上現場配備了好幾位EMT緊急救護技術員 還有救護車在場standby 在第一時間就把傷者送往醫院 所以呢該做的防備措施都有做到位 這是一場意外 而另外一種觀點就是 因為全院娛樂的賽事暗藏很多問題 所以才導致這樣不幸的事情發生 而我本人就是抱持著這樣的看法 以下就要就幾個層面下去討論 首先第一個盲點 現場配備了EMT以及救護車待命 就是免責萬無一失的專業表現嗎 就我參與過的專業賽事來說 像是WTD啦 以上剛剛提到的這些是在基本不過的配備 所以問題根本不在這個上面 而是賽事本身到底有沒有規劃上的風險 第一個賽事經驗 一個主打讓素人報名都可以上場亂鬥的比賽 因為沒有全靈賽事經驗作為判斷 那麼選手領選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報名的人的來歷程度 那配對的標準又是什麼 如果有人隱瞞其實他有格鬥經驗 那又要怎麼判斷呢 這些不確定的因素 都是大大造成比賽中傷亡的風險 再來正式比賽都有量級的配對 主要呢就是要減少因為體格 體重差距過大而可能造成的傷亡風險 但這個比賽並沒有量級的區分 我們還看得到拿60公斤差距當成噱頭的對戰喔 最後如果這是推廣格鬥的業餘素人格鬥比賽 那護具呢我就問護具在哪裡 你有看到比賽中選手帶戶頭嗎 之前新店的拳擊賽事選手有帶戶頭 還使用大盎司拳套進行比賽 都出意外了 更不用講拳院還讓沒經驗的素人 用MMA的小拳套上場互毆 綜合以上幾點到處都是風險 講白的你就是放任一個超高風險的危險行為 在這個賽場上進行 如此一來就算你把整個急診室 放在場邊那也沒用啊 我也看到有人說出事的是有經驗的人 所以不是賽事的問題 純粹這是意外這是個案 我只能說就連有經驗的都出事了 那剛剛以上提到的這些曾經參賽過的素人 如果你只有流流血受個小傷 真的算是你走運喔 其實我真的很掙扎 到底要不要做這支影片 但是思考了過後 我覺得如果能夠透過我這一次影片公開的呼籲 免除掉未來可能發生的任何一場 格鬥賽的傷亡事件 那為什麼我不做呢 我過去合作的專業賽事競技業業的半比賽 像是WTD、MPF、T1、Punch Up 無不想要傳達正確的格鬥賽事觀念 和精神給大家 像是台灣T權協會的T1 賽前甚至還嚴格控管選手的血壓數據 你只要超過了不能打就是不能打 為什麼 就是怕那萬一發生 現在再度發生不幸的事件 絕對又對台灣的格鬥圈再一次的重創 認真做事的單位全都被拖下水 所以我最後慎重的呼籲 對格鬥有興趣想要參與賽事 請務必到專業的拳館練習 循序漸進 並且要選擇賽制 規格完備的品牌來參賽 請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開玩笑 也不希望未來再有漢事發生